现在我上十二年级,我们的老师非常聪明,对学校自己的学习都很关心。 我们的教设很漂亮,图书馆有各种各样的书。 我们的运动队打得非常好,比别的学校好得多。 我们的学校有很长的历史,有很多的传统。 我爱我的学校。 今天我想介绍一下我自己一般的学校里的一天。 每个星期,星期一到星期五,我想课。 早上的时候,我首先上初学课,然后上神武课。 这门课我都喜欢,但是我觉得我更喜欢神武课。 这是因为初学课太糟了,我有时候很累,所以学习学可能让我睡觉。 然后我想英文课。 英文课是很有意思的课。 我们看很多书,写很有意思的文章,讨论很有用的文学。 然后我有一个小时的空闲,这个时候我可以做作业,或者找老师问问题。 这个空闲以后,我上中文课。 我们的中文课只有三个学生,所以老师可以给我们很多个别的建议。 他每天帮我们联系听说读学。 然后我去吃午饭。 在德仁学院,我们没有餐厅,所以学生什么地方都可以吃午饭。 比如说在外边,在教室里,在图书馆里都可以。 午饭以后,我想历史课。 今年我选了欧洲历史课。 我非常喜欢这门课,因为老师问我们很有意思的问题,给我们很特别的读武。 下课以后,我去参加了运动训练。 春天的时候,我参加了带滚球。 带滚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。 但是我也参加了游泳队和高尔夫球队。 我们的游泳队和高尔夫球队很厉害,得过很多奖。 这是我一般学校离的以前。 谢谢你们听我说。 这个照片包括两个人都成病了。 生病对你的身体不太好。 我希望当一个医生,所以我觉得这些照片很有意思。 生病不太好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